网易你小子真行 以前是在国内蹦吧 现在都跑过外式了 高通全球发布会 提到芯片对游戏性能提升的时候 直接开始播咱们永结手游的CG 我人都看傻了呀 这游戏不是刚出吗 咱们在全球发布会上 能有这么大排面呢 简单来说 下一代高通架构 在运行永结手游的时候 帧率更高更稳的同时 功耗还更低 同样是极致特效能 高出22帧 好家后这要是放在端游上面 能有多爽我都不敢想 这下永结手游成了新的跑分软件了 说出来 以后侧手机行不行 就开最高画质永结手游跑一跑 另外基于高通的NPU永结手游的AI 将从云端下放到中端 也就是直接在手机上分析 再从服务端调取数据 比以前云端处理更快 更能保护隐私安全 应该怎么形容这种感觉呢 就好像你在更新 因为达驱动的时候 在新版本驱动的大海报上 发现几个国产游戏一样的感觉吧 就挺骄傲的 高通全球发布会上 能有单独的篇幅 来讲我们永结无间 不管别的 作为玩家来说 我真的很开心 不知道对于这件事情 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看你们的见解 我是小庆 我们改天再见 拜拜